好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是曾子讲过的话 说每天用三件事情 所以这个三省 你把它注意一下 这个省就是反省 省思 这个三就是实指的 真的指三件事情 每天都用三件事情来反省自己 第一个就是你帮人家做事 有没有不忠乎 为人谋不忠乎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两个字很熟 就是我们台积电前董事长的名字 就是出自这个罗玉里面的 张忠谋 对不对 为人谋不忠乎 然后与朋友交不信乎 就是有没有守信用 船不习乎 老师教授这些课业 有没有好好的温习 所以强调的就是说 你要每天都是去 检视自己 反思自己 好那A的话呢 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是在讲坚毅的精神 读书人不可不鸿义 因为任重而道远 所以读书人呢 这个责任心要很重 所以不可以这个 随随便便便就放弃 随随便便便就半途而废 因为呢 这个要走的道路是很长远的 所以这句话也是没有强调到反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B的话呢 B是在强调呢 中故而善道之 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呢 看到朋友有做不好的地方 你就给他规劝 然后呢 这个寻寻善诱 这个道就是导 引导他 但是如果他真的呢 就是耳朵很硬 不听劝的 不可折止 就是我们就停下来了 就无字入焉 就是你不需要为了去阻止别人 或是说介入别人的生命 然后反而这个 最后你可能就是做出超越你自己能力的事情了 所以他说就不需要了 不用自取其入 反正他听得懂就听 听不懂他就 你就放生他 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讲的是劝告 如何有效 或是说 如何呢 这个好好的劝告朋友 并且保持这个 自我的这个个性的 所以这个跟反思也没有关系 那C的话强调的是教学 对不对 举一反三 那孔子强调的是说 这个 启发式的教育 不奋不起 不菲不发 所以如果不是学生本身有困惑 或者是学生非常的想要被这个启发 被这个发问的 他不会去这个触发他 或是去诱导他 那举一而不能反三的 则不复也 也就是说 如果他的这个资质 或者说他的这个领悟力没有到达 老师就不会再继续往下 也就是说他第一关已经卡住了 你就不用再教他后面那么难的关卡 对不对 好就是启发式的教育 所以这个比较强调的是 教育的这个部分 那朱玄像我们来看一下 朱的话呢是在强调说 这个爱人不亲反其人 这个反也就是反思 如果你都很仁爱 然后可是结果呢 别人却没有办法很亲近你 你就要去反思你的仁德 智人不智反其智 对不对 你智理管理的时候 但是你没有收到成效 不智就是没有收到成效的时候 你也要反思你的这个智谋 就是是不是有智慧不足的地方 或是你有做不好的地方 然后理人不达反其境 也是 就是你对别人很礼貌的时候 可是别人却没有对你理向往来的时候 你也要去反思 就是这个敬意的部分 是不是哪里没做好 所以最后强调都是反求诸己 也就是说你都是反思自己 如果说只要行为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 或者是说 为什么我这样做的时候 别人却没有这样回应我的时候 你就先去反思 是不是我哪一个部分没有做得很好 反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也就是说 你最后把自己这个反省到一个 这个近乎这个完美的程度的时候 天下就会这个归顺你 就是你自己做得很好的时候 OK 所以四个选项呢 答案就很明显了 跟反省自己的最有关系的 就是诸选项 那我们把诸选项呢 就找出来喽